好 没有装e-tech也一样 三天内缴费可以打九折 这明年要来实施了 我们知道国道继承收费预计年底要来实行了 那么因为高工局同意装有e-tech的用路人 可以有九折的优惠 那没有装的人怎么办呢 这会不会图力远通电收 所以现在交通部长允诺 未来如果没有装e-tech的用户 只要在三天之内缴清通行费 一样享有九折的优惠 明年正式实施